請我們 講一講的 好 講一講的 講一講 你去想啦 請那個啦 衛媛呢 衛媛 衛媛呢 好 不是啦 那個 局長要跟我問他 他要跟我們介紹浪漫台三線 對啊 他剛剛說我們是浪漫台三線的第一樁 第一樁 來 我們請我們的社區理事長 黃月昌來陪我們的局長來支持 一起來 站在同學 看起來很像的 跳舞就像 大師 幹理事長 現在你下個村局理事長 沒有理事長 對啦 眾官司 對啦 有我們請理事長 有我們幹理事長 有我們黃理事長 還有 大家最佳牽手 李理事長 其實跟我們的老師說 我們有三步 不管三步 李三步 三步 我都說那個浪漫台三線 第一樁 前方 教中大學科大學院那個張維安院長 他想要找桃園的一個示範社區 呃 我就特別推薦我們的三步 真的 呃 因為一路以來就是 我自己是龍潭在地人嘛 呃 呃 佳嬷 媳婦 我知道就是 呃 不管是 謝理事長 還有我們的這個社區 大家都是 呃 非常同心協力 都可以推動 呃 客裝的 呃 傳統的保 保存 要做到減量 其實在這裏 說你了 都會很難 不用很難的事情 要拒絕一切 誘惑啦 誘惑 當然就是說 什麼現代生活的便利性 我構思一直按為傳統 這才導致 告訴他在 他國家級的客家政策 小英總統有指示 就是我們要推浪漫台三線 浪漫台三線 他的主旨就是要保留我們的 就是客中人文型作 環境整備 然後還有產業發展 其中人文型作是由客委會 中央客委會主導 然後環境整備就是我們 就是中央農委會 當然就是水保局 我們講這邊應該很了解 然後產業發展就是經濟部 Yahe T100 這是第一次有所謂的 國家級的跨部位的客家的政策 Gosu其實對客家來講 這是第一次有所謂的翻轉的機會 翻轉的機會 那意思是說 我們不一定要現代化的東西 我們要保留傳統的創新 那我覺得桃園就是龍潭就是浪漫台三線的起點 那我們也希望的是亮點 那我們也就是客家事務局 在市府這邊 除了就是市長的大力支持跟指導以外 其實客家事務局跟我們農業局 郭局長 我們常開玩笑說是我們是農業客家局 客家農業局 我們有很多的這樣的合作機會 除了我們龍潭以外 在新屋還有在平鎮都有大型的前瞻計畫 我有跟上次有跟那個謝禮長講的 其實未來的浪漫台三線 就是說我們客裝的 剛剛講的是天地人和三合 這樣子一個意境真的是很很純樸很美好的 客家的人情跟風景 應該要讓更多的人看到 甚至是要朝國際觀光旅遊 這方面去發展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段期間 除了我們這個保持這樣子的好山好水 三合在地的好山好水 很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將來要培養國際接待 這樣子的一個努力 小心這樣子的浪漫 讓年輕人剛剛的阿國 還有很多年輕人回到家鄉 能夠安居樂業 我們浪漫台三線能夠打造 本休桑的一條轉目卡路 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精神 對 沒有錯 好 這保護都要人 真正 神夢的你講一講的笑容 希望客家鄉都要笑在老人山寶 你通常龍潭海 通常大邊本地 感謝 應來應講 好 神夢的你講一講的笑容 我們講笑容 好 再來請一位鼓勵我們最多 小年夜還在看我們有沒有工作的 我們的農業局郭局長 和梁妮妮勵一起去 謝謝郭局長 來 梁妮妮郭局長 我們今天水保吉隆 林副局長還有我們科長 還有我們彭毅室也都到場 那我們客家事務局 有獎局長還有謝禮長 我們今天到場了很多貴賓好朋友們 大家好 好 我想我們來到這邊 我們都會有一種感動 因為我們對整個農村在生 一個堅持 尤其我們對整個生態 對我們整個一個 自然的農村 能夠保持現狀 然後不希望說有大量的一個開發 來做一個投入 那對整個一個在地 在地故宮過料 能夠建立我們整個農村 再生的一個特色 那尤其我們 這邊也提報到我們全國的一個 金牌農村 那也從非常競爭的一個 一個行列裡面 我們也初步審查合格 希望說在3月6號 那個農委會這邊也會再度 來到我們三合社區這邊 來做一個評選 我們希望能夠金榜提名 列入我們所謂 真正的金牌農村的一個農債社區 那這部分都是以我們社區裡面 所有的一個夥伴能夠投入 那我們在整個一個 投入的過程當中 那市政府對產業的一個輔導的部分 那我們也積極來輔導我們 在地的一個平地茶園 這樣的一個產業計畫 那我們希望說 透過平地茶園的一個計畫 能夠把我們茶園 從復耕裡面 希望說能夠茶園更新 或是說我們荒廢的茶園 能夠做一個復耕 當然我們在整個一個補助計畫裡面 我們對於所謂的 所需要的一個材料 包括灌溉 包括水井 包括我們有機的一些 肥料的投入的部分 市政府這邊積極的來輔導 也協助我們農友 茶農這邊的一個需求 那透過我們積極的輔導過程 我們現在附根的茶園達到了50幾公頃 這樣的目標 當然我們總目標 希望說能夠達到500公頃 這樣的一個總目標 希望茶園的產業能夠付出 那麼台三線才能夠落實來做一個整合 那這部分我們跟客家事務局這邊 不管是客家的文化 我們茶產業的文化 跟我們整個一個地景藝術 相關的一個我們 創新的一個藝術的一個結合 能夠讓整個一個農村 能夠大為改造 能夠讓我們清農能夠回鄉 那感謝我們今天所有好朋友 我們水寶齊長官 我們所有的一個農會 我們所有的一個朋友的一個貴賓家屎 投入 那我們希望今天這樣的活動 非常圓滿成功 那我們產業能夠一天比一星 更有活力朝氣 那感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圓滿成功 謝謝 謝謝 謝謝郭局長 我們跟他相知20年 他在農委會的時候 擔任的輔導的時候就協助我們 所以對我們的農村特別的 特別的喜歡 那他大年30 到年29小年夜的時候 還來茶園看我們在工作 也是非常投入的一位農業的領袖 農業的長官 我們掌聲謝謝我們的國局長 謝謝郭局長 謝謝郭局長 我們再來歡迎我們的農產農會 我們的黃理事長 黃理事長 還有那個俊欣 來 我們剛剛成本王也來了 總括社 黃理事長跟大家來問好一下 因為我們市長對他期待很高 農業局長對他期待最高 他在推動茶園更新 茶園復更 來跟大家問好拜年一下 這個我跟茶園更新的做到年初二十九 案大邊 實在是情諒前史 大年初一還來教學 為了這個 謝謝經濟理想說 那個市長要來 特別大年初一來教學 把這個事情做到 完全做好 就在前面那一塊 對 所以說我希望說 那個今年已經更新 已經達到一百公頃 一百公頃 市長說預計目標要五百公頃 所以說我們還要很努力 所以說是這邊看起來 還基本上還有二三十公頃可以動 希望大家像一公頃產量 我剛剛跟局長估計過了 三萬公斤 一年收入七十五萬 大家去想想要怎麼做 那個你茶清交給我們 我跟劉慶勳我們全數收購 我們最終目標是交給那個 利頓跟星巴克 都是那個國際知名的那大產 所以他把清雄中沒有問題 銷路沒有問題 完全收購 有人說會不會兩三年 我說不會 起碼有二三十年 因為全世界的原物料都上漲了 十幾年前進入WTO 那個國外才一公斤 現在國外也漲到一公斤茶 也漲到接近二十塊 所以變成說我們現在 接近三十塊也不算貴 像他們進口報價 看起來我們現在競爭力很強 而且台灣茶 有優勢 安全水比較甜 吃下去不會反胃 這很重要的 我做茶也做了快三十年了 深深了解 這個產業要怎麼發展 所以變成 我們自身 我跟劉靜欣也投入差不多五千多萬來建廠 激洋投入差不多 十億在那個可望園區那邊建工廠 所以變成說 我們是 我們是 孤注一職 你們也不要放棄你們的機會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的理事長 我們所有的茶農要有信心 這堆年輕人 我們的青壯派正在努力砸根 所以我們多多來合作 把茶園做一個更漂亮的復根 把美麗的台三線 呈現在我們的空窩裡面 以上 我們今天等一下就吃點心了 對 我們今天的點心 有準備了牛溫水 講客啦 牛溫水 什麼各位 你的牛溫水 等一下會在哪裡送貝 牛下去嗎 你的牛溫水有下去嗎 你炸下去 這表是牛溫水 我們的魚董 你看我們的魚董 日後 不用急了 他現在我車子好 車子被擋住 可以調整 需要計的水務前嗎 許賓客可以調整 請問 düny上 其實這件事 甚麼都不存續